亚军联赛第二轮 中超四强状态已新 江苏春天面对日本强队 一扫上一轮大比分失利的阴霾 人均跑动超过一万两千米 全场获得绝对优势 广州恒大与疲劳作战 在客场先失求的不利情况下 以我为主发挥优势 客场带回一门 北京国安延续对日本球队比赛的优势 始终给对手巨大压力 最终主场2比1战胜日本联赛冠军 王道三剑 贵州人和克服人员不整的困难 皮震信心 在韩国的客场全身而退 为中超球队叫好 态度与胜利一样重要 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足球之夜 一胜三平 这是昨天和前天 我们四支三家亚冠球队给我们带来的一份成绩单 这个成绩单考虑到我们的对手是日韩球队 应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查了一查历史 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呢 应该是2011年的第三轮的亚冠比赛小组赛的时候 当时呢天津泰达1比1和对手打平 那么山东鲁能也是和对手打平 杭州绿城同样和对手打平 上海生花也是在客场打平 那一轮呢 我们的中超取得了四平的成绩 这一次呢 我们又获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获胜的这一方呢 是代表我们中超出战的北京国安 国安在昨天比赛的这种胜利呢 应该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比分的胜利 更是场面的胜利 更是内容的胜利 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中超在这两年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中超的投入确实要高于日韩的俱乐部 目前呢 我们的外援的水平要远远高于对方 另外呢 中超的稳定性加强了 中超的本土球员的水平也在提升 综合以上的这些因素 才是我们一胜三平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先进入到北京国安队的现场 他们主要是以三后卫五前锋这种打法 这是一种很有威胁的打法 我们认为我们作为日本队的话 这些问题也不可避免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想要藏起来 想要隐瞒 我们下期待 我觉得今天亚冠比赛对我们形势还是比较好吧 完了以后主场对日本大家可能都憋了一股劲 我觉得这是小组出现最好的机会吧 拿下这场比赛觉得小组的局势就比较明朗 然后防守的时候每个队员的防守纪律性要求比较严 主要是防守的时候对手边后位上的比较大 然后一旦卡路特断球以后卡路特是一个点 拿好球以后然后两个边迅速插他的那个类 他那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看完郭恩队长比赛之后 其实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主要练斯坦诺 给这支球队带来了一种成熟的感觉 这种成熟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基战术的方面 一方面是心态的方面 首先在基战术方面 在进攻端卡路特的回撤 让格龙王小龙以及张希哲嫖程组成的进攻群 在前场更加的游刃有余 在后防线方面 马基奇朗征徐云龙组成的后防线 他们的抢断产断展示了国安队防守的硬度 其实斯坦诺商人以来最注重的 还是前场的反抢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朴成张希哲和王小龙 在前场都是不遗余力的去进行反抢 也贯彻了主要练斯坦诺 在赛前布置的这些任务 除此之外 在心态方面 他们还是可以不着急的去贯彻斯坦诺 带给他们的这种新的理念 从而由39号朴成在最后时刻攻入一球 也让国安队取得了在亚冠赛场上的首胜 因为赛前我们就没有说准备要跟对方打平啊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只要去 只要成立 我们肯定是会 左翼去培养自己的某种风格 但是呢 尤其是像亚冠中比赛要成绩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为了成绩要务实一些 我觉得斯坦诺教练 带队的风格可能很重要一点 就是他要求这个纪律性非常严吧 像一个怎么说 我觉得可能像一军队 就是你不能很自由的去发挥 就是在前场可以去自由发挥 但是防守进攻上还有很多的战胜距离性 你要按照他的要求完成 国安这场比赛获胜呢 对他们从这个小组当中出现 应该说是奠定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因为他们现在在小组当中已经是排名第一了 其实接下来我们对国安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发挥的稳定一点 再稳定一点 在亚冠的比赛当中 你如果犯的错误太多的话 想获得小组出现是很困难的 那么另外一个目前在小组当中排名第一的 就是广州恒大队 他们从全北又一次分在了一个小组 去年在这个场地上 他们曾经5比1大胜对手 你想一个韩国球队在遭到了这样的一种耻辱之后 再次面对恒大的时候 他们会是怎样的一种表现 但是必须看到恒大队的稳定性确实是加强了 即便是遭到了对手疯狂的反扑 恒大依然拿回了一分 我在比赛之前 因为小组是一场球队 我要求我的球队不惜任何大家去赢球 比赛一开始就控制了比赛 可是就是在可能零零一脚的时候 球员缺少一些信心 也缺少一些坚定 这已经是两周内恒大队的第四场比赛了 他们在来到全州的时候 我们感到队员们的脸上透露着一丝疲惫 而且主持教练也是因为身体原因 而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 那么在场上呢 队员们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全美队因为去年主场大比赛失利 他们也是赛前做了很大的准备 是比广州队准备的要春了一点 全美队在上半场的铁桶镇的防守 以及对穆里奇和孔卡的这种包夹防守 让恒大队以两名外援为核心的进攻体系 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他们在进攻当中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由于有时心态比较的着急 然后可能技术动作会出现一些变形 我们这样在之前的比赛中有困难 我看到他在场上踢得非常不舒服 这场比赛之前 他可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这些都是球员一个正常的反应 可以这样说 恒大队在李皮的率领之下 正在学会稳扎稳打 这将是他们在这个赛季 压过米赛里获得好成绩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那么和恒大队带回的这一分相比 我觉得贵州人和从韩国带回的这一分更不容易 因为他们在本赛季开始 先是在亚冠当中占尽优势输球 紧接着在中超比赛当中又是赌场输球 连续两场比赛的失利 我觉得队员们要想调整起来不容易 包括主教练 龚磊也承受着很大的那种怀疑 但是他们很顽强的从韩国带风回家了 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三个人 第一个就是主教练龚磊 在本赛季前面的一场压关和一场中超联赛当中 贵州队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却并没有获得一分 而在这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看到龚磊非常的焦急 非常的紧张 在球队每一次化解对手的威胁的时候 他都如释重负 当中场上映吹响的时候 龚磊就像获胜一样 显得非常的开心 作为亚冠的新军 第一个客场 能够取得宝贵的一分 首先我感觉对我们在亚冠的今后的小组比赛当中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为咱们的球员在以后的比赛中 建立的自信 这是很宝贵的 第二个感受最深的人物 就是孙继海 这位36岁的老将 在本赛季的头两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抢眼 而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拥有的不光是丰富的经验 而且他的表现也超过了有些年轻队员 我感觉自己又回找到了这个第二村的感觉 因为这个赛季初呢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了我的这个状态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带领咱们这个贵州人和队起到更高的这个成绩 激情超越 然后如果瓜哥需要的话我随时再命 第三个给我感受最深的人就是于海 他在国家队和贵州队都是主力的左前卫 在几年前他突破犀利 攻防俱佳 被人们称为小飞侠 但是经过了几次重伤之后 他的自信受到了打击 他的翅膀被折断了 我觉得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话 一方面是缺乏自信 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是在突破上面的成功率低 可能在心心上面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努力的改变这些东西吧 可能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这方面一定会取得改变的 我们本期关于亚冠报道的主题是 态度与胜利一样重要 不错 我们觉得在昨天和前天的四场比赛当中 最让我们感到振奋的 或者最让我们感到兴奋的 应该就是江苏顺天在主场的比赛了 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 真的是打出了血性 打出了精神 打出了气势 很多人都说 哎呀要是赢了可能会更好 当我跟我的同事们在交流的时候 我说 不一定 因为现在的这种胜利 也许对江苏顺天来说 还需要再努力一点 才可能得到 但是只要他们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精神 表现出足够向上的一种气势 那我们相信胜利一定会在不远的前方 在等待着他们 我们的中超联赛正在取得进步 但必须要看到我们中国足球和日韩足球 包括西亚的一些实力较强的足球的国家 他们的这种整体实力 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但只要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向上的态度 谁说中国足球 不行呢 可以说今天晚上这种比赛很少见 踢得这么好 竟然没有赢下 可以说从各方面讲 我们表面踢得非常地出色 可以说是我们教练组到这个球队 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 2013年3月12号应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这一天 南京现场4万4千多名观众 目睹了江苏顺天队在主场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在上一轮1比5输给了首尔FC队之后 江苏顺天队在他们亚冠历史上第二场比赛当中爆发出了强劲的战斗力 在下半场比赛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威胁着对方的球门 埃利尔森的投球打住了横梁 这是距离进球最近的一次 在无数进攻机会的背后是前场疯狂的逼抢 不惜体力地奔跑 江苏顺天队展现出了比中超联赛更快的节奏 只不过一次次顺门之后 传来的是一阵阵的叹息 中场休息时突然降下的大雨 让下半场变得更加的惨烈 在一次碰撞之后 边后卫人行完全不顾耳边流下的鲜血 仍然长途温习 更多现场的观众无法第一时间发现这一幕 但当头缠绷带的人行重新回到比赛场的时候 却得到了现场所有球迷的掌声 剩下的时间里 江苏顺天队一次又一次地攻击着对方的大门 11号萨利西这一次单刀错过 浪费了绝佳的机会 即使错过机会 即使没有进球 但是江苏顺天队打出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或许对于中国球队来说 需要的正是这种精彩的比赛 只有这样的比赛 才能证明中国球队在亚冠当中的竞争力 比起一场胜利 或许中国球队需要的是士气 最终的比分是0比0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平局 在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先台七夕队的队员们 一个接着一个的抽筋 显然在90分钟里 江苏顺天队给他们制造了太多的压力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体力上 相比赛前 江苏顺天只多了一个击分 但是让人们看到不计其数的可能性 就在昨天 就在我们中超的球队 在亚冠赛场上表现良好的昨天 中国球队也公布了新一轮的 中国国家队集训的名单 我们接下来要打的这场比赛 3月22号主场面对伊拉克队 这是亚洲杯预选赛小组的比赛 中国队不能再输了 再输对我们来说 前途就是一片渺茫了 希望我们四支中超球队 这些球队都有球队 球员入选国家队 把在俱乐部里的这种精神 带到国家队 因为我们现在的国家队 最新的世界排名是109位 我们在亚洲只排在第13位 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成绩 更不是我们想看到一种表现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外员 这位外员 江苏的球迷对他已经开始熟悉了 并且开始喜欢他了 因为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他连续进球 那么有人管他叫萨利赫 有人管他叫萨利西 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能进球 我叫萨利西 是小专业的 第一点在打球界的 11号 萨利西 在一场舞台中我喜欢平时 本来很少人能散开 在我们生意的意义 才能够着点arp 任何人喜欢出席 能够着人才能够着人 能够着人才能够着人 能够着总人也能够着人 能够着人才能够着人 我更加热烈 当我坐着 就只要处着了 舞台以后 我一直在看這只是資訊 但現在是困難的 希望未來我能夠成功 我經常會想到這場賽 昨天晚上我都想到 球球非常近的地方 而这事在比较多一秒钟 你知道吗? 你必须做这个鞋 做这个鞋 我看到少许的空间 中脚 我想要撕中脚 中脚 但幸运 因为球阻止 一位的球 那是一个好赞 可能 这就是球 因为这些人一直都不同 我是Hanji Sali 我来自杨苏 其实当萨利西代表江苏顺天队在亚冠比赛进球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外援印象还不是很深刻 但是当他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决定了那场比赛的时候 我们开始对他有了比较深刻的感受 然后他在中超的比赛当中又进球了 说明这确实是一个杀手 顺便预告一下 在这个周末 我们将在周六的晚上为大家带来江苏顺天队 在中超比赛里对二轮客场挑战广州恒大的比赛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 2013年中超联赛大幕开启 央视中超观察团隆重征场 陶海东 范志毅 恒伟国 高峰 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刘宁 唐萌 魏东 王寅初 那些伴随中国足球的声音 30多位专家亲力加盟 组建央视中超观察团 覆盖14个中超城市 跟踪16支中超球队 关注240场中超球赛 预测胜负 关注热点 专业分析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中超观察团 和您一起感受新赛季中超联赛的波兰壮阔 2013年中超首轮战败 八成比赛共打入26里进球 场均进球数高达3.25分 这一进球数也是中超联赛10年以来 首轮进球之最 在26里进球中 向国安朗征 东亚无垒 辽宁 詹姆斯 金泰妍等人的进球 更是精彩绝伦 赏心悦目 2013赛季中超首轮就有如此表现 是否意味新赛季攻势足球将大型提到 经历了中超首轮角逐 广州复利主场2比4不提辽宁同运 这一结果让人感叹 人员配备强大的大连奥尔滨 没能在山东五名新球场拿分 让人感到惋惜 去年中超四强 贵州人和主场1比2不提青岛 更是让人感到有些惊讶 2013赛季 开局就冷门拼出 是否意味新赛季的中超格局将发生改变 在首轮联赛的26个进球之中 有实力进球是由国内球员贡献的 在近年来 中超开始大举引进高尺藤的外援的背景之下 首轮本土球员就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风投甚至盖过了高尺藤的外籍球员 是否意味2013赛季国内球员的表现将会更加出色呢 首轮联赛来现场看球的观众人数有多少呢 20.16万 这个数字超过了2010年首轮17.6万观众的上座人数 成为了中超联赛10年以来最具人气的开局 现场观众人数的增加 中超球队主场气氛的热闹 是否意味着新赛季中超联赛赛场氛围将更加火爆呢 2013赛季来势汹汹 有点让我们措手不及 确实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问号 没有关系 联赛才刚刚开始 我们需要时间慢慢的把这些问号一一的打开 那么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有两个冷门 其中最大的冷门毫无疑问是青岛中能在客场获胜 我们的中超观察团居然没有一位能够猜到这个结果 那么其次的冷门是哪个呢 当然是辽宁鸿运在客场也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我们的观察团里面只有一个人猜到了这个结果 谁呢 就是现在在上海电视台担任足球评论员的刘悦 那么接下来连续的比赛分支踏来 相信我们的中超观察团也会慢慢的进入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推出我们第一轮的联赛榜样 足球之夜为你带来联赛第一轮的最佳阵容 最佳门将大连阿尔滨张冲 本能于鲁能队的比赛 阿尔滨队没有很快进入状态 防守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守门员张冲先是扑下了鲁能队吕征的单刀球 之后又将鲁能队各种有威胁的圣门一一拒至门外 虽然最终一球失利 但张冲稳健的发挥依然让他成为本轮最佳门量 最佳后卫 青岛中能角折 山东鲁能杜威 上海生花 司机亚维 江苏顺天 周云 本轮比赛前一天 杜威的父亲去世 本场比赛 杜威忍受着巨大的伤痛 顽强的完成了比赛 并且凭借自己稳健而出色的发挥 成为本场的最佳球员 我们这场胜利也是特别的向着公围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来形容他这种望我比赛这种精神 最佳前卫 广州恒大荣浩 青岛中能梅尔凯 广州恒大孔考 北京国安王小龙 首轮比赛 王小龙在防守方面和进攻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的积极 作为前卫队员 他在中前场的四次抢断 给国安队创造了更多的进攻机会 而他这样一脚势大力尘的射门进球 也让球迷们津津乐道 最佳前锋 广州恒大阿尔克森 辽宁红运 挨度 本赛季 于汉超 杨旭等主力球员相继离开了辽宁红运 这让球迷们对辽宁队的前景表示了担忧 然而辽宁队却凭借着 挨度的出色表现在客场4比2战胜广州复利 也许挨度和詹姆斯的加盟 能够弥补于汉超和杨旭离去的损失 我觉得是汉移率的中后卫没有这个在第一时间对埃尔克森进行一个有效的这种紧逼 实际上埃尔克森得球的时候是一个还没有转线背队这个球门 谁侧向哪儿借球转身 这个动作完成的呢也很从容 而且在完成动作的过程中呢 这个后卫没有没有向前靠近埃尔克森车 只是在侧面坐了一下风 在这种上埃尔克森等于划球很好的屏住以后 然后完成了这个设备动作 重新体验埃尔克森的能够把握机会能力的 前面红卡一漏以后 埃尔克森连停赛转 一拿拿的车角是漂亮 转身转了以后 它是没有硬射 而是拿脚步 它可以守门员的转效下 那么这种球是守门员最难出救的球 埃尔克森停球后转身 打门他选择的射门的方式连接的非常快 前面有两个后卫进行风堵 所以无形当中打了守门员的事件 影响了守门员的探战 埃尔克森把球伸到冰区的策略方向以后 其他的这个圣经队的防守球员都盯住球了 然后完全退到这个冰区里面去 然后在经济前沿没有一个圣经队的防守队员 就能够坚固到埃尔克森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球我觉得比第一个球更有难度 因为它是右脚的选择 因为左脚推射的这种球是有点难度的 也会充分期间的埃尔克森 目前的表现球能力的 这个球呢我觉得首先是后卫和对方的引擎前锋 正好挡住了守门员的视线 而且那个球回坐给埃尔克森 埃尔克森左脚直接推射地表 跟守门员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后刘建作那个球 刚刚往中间移 以后对方直接推射 然后打他一个反向 我觉得刘建作这两个球呢 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这一瞬间是江苏顺天与武汉猪尔队比赛 进行到67分钟时的情景 李威在中场得球之后 将皮球传给了自己的边路队友 其实这个时候武汉队进攻的速度并不快 而江苏队在防线上人员也非常充足 在李威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跑位意识 和良好的脚法打进了这样一季 非常精彩的进球 在体育频道官方微博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的联合调查当中 李威的进球以52.5%的选票 当选为本轮最佳 在第一轮的联赛当中 我们本土球员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进球也不少 而且我们特别高兴的是看到了几位年轻球员 在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像辽宁的金太炎 这位球员你听名字的话你认为他是一个韩国外员 其实他只是我们朝鲜族的一位优秀的球员 只是过去我们大家对他了解的不是很多 没关系抓紧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朝鲜族的小伙伴 没想到 我觉得这个是灵性 聪明 什么对足球的理解有提高 通过电视看不可思议吧 我在球门后都没想到他能踢出来那首球 平常这会儿就有点默契 刚才是想接的是生前的球 他瞅我一遍了 我就会瞅他一遍 这会儿就有点默契 看他也看到那个不会让他生前 我希望我会往后翻查一下 让他一遍 就有点默契 我身在远吉 我从小就喜欢踢足球 11岁那年我妈把我送到沈阳 我从这里走上了专业足迟的道路 每场比赛踢完了 他是或者电话或者信息 他都给我发过来 都是辛苦在哪这样 一般买东西什么的 也是白色和蓝色 就调颜色吧 平常就是学完量回我了 吃完饭 到屋里上网 看韩剧 我从小就在一起踢足的好朋友 他就是和我同年同月同入生的瓢城 他现在在北京关踢足 我还说我比赛那天他说正好踏给我来的 然后就进了 我说我进球 我睡了 我说想进 那样都想 下个比赛真进人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在辽宁队早点打上主力 早点进入国家队 为我的球队还有我的家乡增光 金 加油 金 加油 金子 加油 我们在这想说的是希望所有像金采颜一样年轻的球员加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段我们中国足球的往事 在第一轮的中超当中高音波率领的上海上岗回到了北京国安的球场 那么对高音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我相信现在年轻球迷更了解的还是他作为教练的这一面 不知道当年他在足球场上确实是一个冷面杀手 高音波这位杀手并不是一个传说 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十年前 那场比赛众志诚诚 大家状态调整得也非常好 三比一赢的宏远 而且我在那场比赛里也有一个进球 高峰进两个 当时是因为对方一比二落后的时候 他大举进攻 我们是打了他一个反击 中场断球之后打了他一个反击 应该是高峰还是应该是卸峰 当然谁传的我忘了 就是往后插上进去 插进来跟欧楚良手边 把他过了之后打了个空门 快速地下地突破船中 然后一个铲射铲进去 因为那个进球我更认为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感觉来讲算是不错的一个回忆 96年我们在宫廷也是最后一站 对这个军阶杯山东舞能 印象比较深刻 主要是96年那场比赛之后 我就离开了北京关 开场大概也两分多钟三分多钟 就是我们发了一个小球 然后经过中野之后 算是简陋吧 打进第一个车 因为这个军阶杯之后拿了冠军 这是北京国安第一次获得冠军 现在护士军一开始呢 拉得比较空 比较空 这球打得不错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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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练的工作更多是全方位的来掌控 所以你不能就是说 训练的时候跟球队一块去拼 一块去跑 因为他关注点都会受到影响 转眼我们中超就已经迎来了第十个赛季 我们的职业联赛也进入到第二十个年头了 确实时间过得非常快 在这个周末我们中央电视台将为大家带来 今年联赛第二轮的三场比赛的直播 一场是北京官在客场同武汉桌尔进行比赛 这场比赛我们是在3月16号的下午15点20开始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关于这场比赛 我们的中超评论团给出的一个预测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胜七平十四负 认为武汉桌尔即便是主场获胜的 其实人也不是很多 我们来挑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 他们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北京台的评论员魏一东 他认为武汉桌尔队即便是主场作战也会输掉 他的观点是国安赛季开局稳定 国安的中超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升班马越是求胜心切越可能犯错误 再看一位我们另外的观察团成员 同样是在北京台做评论顾问的前北京国安球员商议 他的观点是同样是北京国安队会获胜 他认为国安现在士气正旺 球队打法成熟稳定 升班马中超经验不足 而湖北电视台的评论员张继峰则认为两队有可能打平 因为两队可能都要打防守反击 那就看谁沉得住气了 那么另外一场比赛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广州恒大队在出场同江苏顺天的比赛 来看一看江苏电台主持人王川松 他的观点他认为两个队可能会打平 那么江苏防守反击依然会很有信心 恒大实力当然有优势 另外一位江苏电视台的评论员李伟奇认为 也可能会是一场平局 那么两队都受到了双线作战的影响 对顺天而言的体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广东电视台的评论员刘宁则认为广州恒大队一定会获胜 他认为恒大队受亚冠影响不大 顺天的体能透支很难挡住恒大队 那么另外还有一场比赛 我们给大家转播的是上海生花队上海身心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看一下我们评论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总的观察的成绩 认为身心获胜的居然占到了多数 我们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这是范志毅 他认为人员配备和稳定性身心是占优的 再加上莫雷诺受伤 身花是处于劣势 那么另外几场我们的评论团 我们的观察团他们给出的一个预测的结果是什么样 我们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在辽宁洪运对天津康复的比赛当中 大家认为辽宁洪运肯定是占优势的11胜13平 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 这是杭州大军绿城对广州复利 8胜4平12负 看来看好复利的人相对较多一点 山东主能对长州亚太20胜4平 明显的是看中主队 我们再看青岛中能对大安安二斌 认为大连二斌有可能会获得比赛胜利的 占到了多数 那么最后一场是上海上港对贵州茅台 那么同样是看好茅台的巨多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感谢收看 下周四晚再见 下期贝克汉姆造访中国将走进足球之夜 3月21号18点35分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